大家好,这里是安小言说那影 没有侠盗的抢劫手法 没有警匪追逐和高端科技 但是盗贼们却能偷窃成功 而且一切水到渠成 好像瞎猫碰上死耗子 顺利的有点不太得劲 今天安哥为大家解说一部犯罪喜剧电影 《神通联盟》 吉米的女儿迪莎正在陪她修车 迪莎认真地听着爸爸讲她的故事 两人像伙伴一样开心地玩乐着 吉米曾是风光一时的体育明星 落魄了她找到一份安装地下管道的工作 地点是在夏洛特汽车竞赛场外围 但是因为在体坛受过伤变成了脖腿 这天老板各种奚落表示要开除她 理由是因为脖腿影响工作进度 气愤的吉米把冒昆一摔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开着她的破车走在乡间小路 听着音乐回想着自己窘迫而又窝囊的生活 她的女儿聪明可爱 但是吉米和妻子却离婚了 迪莎和前妻住在一起 前妻还给人家生了个双胞胎儿子 而两个人的话题就是女儿的抚养权 女儿说几天后就是最美女儿比赛 希望爸爸可以到场给自己助威 晚上他来到表弟酒吧借酒消愁 表弟有些木讷 他胳膊受过伤断了手臂 这时酒吧里来了三个混混 对着表弟的断臂一番嘲笑 表弟摘下假手 帅气的调了一杯酒给他 混混却还要找茬 说吉米和表弟缺胳膊少腿 吉米二话不说 上前一顿小炮拳 而表弟更厉害 拿着烈酒走出来 捡起一块砖头砸碎车窗 用烈酒把车点着了 混混正准备拍照留下证据 手机却被吉米扔进火堆里 于是两个大男人决定归隐山林 吉米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两人开始策划一起重大的抢劫 目标是夏洛特汽车竞赛场 这里是全国最繁华的体育场之一 一年就举办了300场以上的比赛 也是纳斯卡的官方所在地 还像小镇一样 轨道旁拥有公寓 甚至还有警察和监狱 但是竞速场的大问题就是管道漏水 这对管道工出身的吉米来说小菜一碟 可是他们需要帮手 于是来到监狱 找到董行的抢劫犯乔邦 乔邦说自己在监狱里能好吃好喝 两个憨憨也赞同他的说法 接着乔邦就让他俩给自己买两个蛋蛋 乔邦一边吃一边说 预警为了他的健康不让他吃 接着吉米提出邀请他加入抢劫队伍 乔邦说已经金盆洗手了 媳妇还等着他回家修修 吉米信誓旦旦的说 他媳妇拿着他藏在树底下的钱 早就和别人私奔了 听到这些 乔邦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可是乔邦还有五个月才能出狱 心急火燎的两人哪等得起 于是决定帮他越狱 乔邦推荐了两个兄弟 于是他们在啃猪蹄赛场上找到两人 绿帽男和长发男 但是向往光明的两人并不想加入队伍 最终表弟却用一堆情话感动了二人 两人商量后决定加入 接着表弟为了帮乔邦越狱 开车撞碎加入战玻璃 成功被判入狱三个月 和乔邦成为狱友 两人利用监狱的材料制作粤鱼工具 吉米这边 他的妹妹也加入队伍 他的特殊技能就是玩蟑螂 绿帽男和长发男 也开始采购所案工具 吉米趁回工地收拾自己 医务期间 偷偷藏起来一张管道地图 他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却被曾经的老板一顿嘲笑 说没有你在 我们的工作即将提前完成了 得知施工即将竣工 吉米和妹妹决定要提前实施计划 吉米首先给竞速厂银行的会计 医名送了蛋糕 正当他和同事开心地吃着 却又被叫出来 这次是个更大的惊喜 吉米故意撞坏他的车 等他解决完事以后 回到金库 已经是下班的时间 金库门自动关闭 没吃完的蛋糕还在里面 夜晚 绿帽男和长发男来到工地 灵敏地拆开运钱的管道 把妹妹的宝贝小强分别放进管道里 第二天 金库快起来上班 被吃剩下蛋糕上的小强吓到 随即保安紧急采取了消灭小强的措施 监狱这边乔邦也邀请了监狱黑帮显住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 乔邦假装吃坏肚子被送进医护室 想上厕所表示男女受受不亲 此时表弟已经等在门口 表示可以帮忙搀扶他 于是两人来到厕所 开始拆东墙补西墙 然后钻进事先做好的暗道 来到了竞速场旁边的工地 藏进货车里成功越狱 监狱里黑帮为了分散预警的注意力 故意挑事打架乱成一锅粥 监狱长下令把所有区域隔离 包括厕所 另一边 绿帽男和长发男炸毁了信号塔 所有的信息都中断了 识别器也出现了问题 乔邦和表弟被带到加油站 妹妹已经开车在此接应 他们旁若无人的上了车 一溜烟的飞驰而去 在监狱里憋坏的乔邦兴奋不已 然后两人换上新衣服 而监狱里黑帮把预警绑在凳子上 监狱长对着囚犯好说歹说 答应给监狱的图书馆买黄色读物 但是只买一本 黑老大当然不会同意 监狱长说 那就两本 黑老大说 狼多肉少 我们还会暴乱 说完就把监控挡住 门窗封死 监狱长束手无策 只能干叹气 另一边 汽车竞赛即将开始 解说家们互相摆弄着自己的嘴皮子 重点来了 因为信号中断 收银员决定先把钱从管道输送回金库 比赛开始 轨道旁人山人海 轨道内赛车飞驰而过 乔邦和表弟也来到现场 他们通过垃圾站 滑进地下车库 又辗转反侧 进入工地隧道 吉米三人终于会合 乔邦以多年积累的经验 用QQ糖制作了微型炸弹 因为吉米不信 这么容易就能爆炸 乔邦便用一生所学的化学理论 和他们解释着 实在不行 就直接上一堂化学课 一旁的兄弟俩似懂非懂 乔邦直接给他们演示了一整遍 把自制炸弹 扔进输送管道末端 快速逃离到角落 而两个憨憨半少才反应过来 他们躲在角落里 等着听声音 可是现实总是啪啪打脸 炸弹在管道里跑了几个来回 然后一个箭速冲进表弟怀里 把他吓得一动不动 小邦拿过炸弹 又重新改良了一下 这次成功炸开了管道 职员疑惑地看着管道口冒出的烟 然后通知了警察局 警察迅速展开了搜查 隧道这边 吉米等人把管子接在断口处 不大一会儿大把钞票就飞舞而来 一帮人激动地欢呼着 紧接着源源不断的钱飞奔而来 他们把钱装进垃圾袋里 绿帽男和长发男开着垃圾车运走 完事后 乔邦和表弟躲过警察 又回到妹妹车上 吉米在人群中举着一个棉花糖走出来 开车赶往女儿的演出现场 监狱这边 黑帮故意点火激发报警器 无奈的监狱长立即请求支援 而乔邦和表弟已经在此等候 就在消防车离开后 乔邦和表弟二人便跟着跳上车 伪装成消防员又潜回监狱 消防员来到监狱 看到眼前的小火苗 依然记得职业操守 用灭火器扑灭了他 监狱内一切警报紧出后 乔邦又回到病床上 迪莎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爸爸还没有来 迪莎像个天使一样走上舞台 这时他看见了爸爸的身影 他在台上唱出了爸爸喜欢的歌 吉米深情地看着他 台下的观众也跟着一起哼唱 最后迪莎获得了最美女孩的冠军 吉米紧紧地抱住了他 然后转身继续他没完成的事 夜幕降临 所有人都进入了梦乡 一切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隔天新闻报道 丢失的钱自己又回来了 是吉米把钱藏在卡车里送了回去 所有人都觉得主书的鸭子飞了 抢奸案过后 警方来到金库调查 表弟也刑满释放 警方也调查到乔邦身上 但是监狱长坚持自己的监狱 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不久后 乔邦也安全出院 他找到表弟询问吉米的去向 两个穷光蛋都满头雾水 乔邦回到家后 咒骂着吉米混蛋 他突然想到什么 便来到大树下 拿着铁球挖呀挖 居然挖出了一袋子钱 原来这一切都在吉米的计划之中 他趁同伙离开后 又装了几袋子钱 具体丢失多少 金苏长也不清楚 但是主动送回去一部分钱 金苏长就不会再继续追查下去 并且吉米拿钱偷偷分享给同伙们 也算是同甘共苦过了 之后这起抢奸案被称为 香八老711 吉米也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 和女儿在远方幸福的生活上 《神偷联盟》上映于2017年 片中的两兄弟 一个暴躁脾气 妻离子散 还被炒了鱿鱼 一个木木论论呆头呆绕 外形上和通天大道形象相差甚远 而且还都是倒霉蛋 但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不要小看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 因为往往这些人 随时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好了 今天解说到这里吧 想要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